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台湾最特殊的一个农业区 农田浮在沼泽上称为福田 百年来一群农民在这里生根 因为地质特殊保持着纯樸的农村景象 也因为土地踩踏实的柔软坡动 被称为火盆地 如今盛况不再 随着农民老化 气候变迁 务农越来越辛苦 当地居民积极找出路 发展休闲农业该有什么限度 如何让火盆地保持活力 投射从前是浊雪溪流域进入少族领域的第一社 因而得名 位在南投县鱼池乡是一个面积大约1.7平方公里的盆地 上面是土 底下是沼泽 投射深达数十公尺的草泥碳湿度证明它是千万年不断沉积而成的湖 土翻以大木连排圣土浮至水上耕种其中 这就是投射的福田 投射盆地是日月潭的日潭 日治时期规划为农业区 以生产稻米为主 早期灌溉设施简单 生产不稳定 中锁差不多一百八十个 只两百个 但是因为过去这里水源就有了 不然间调说那些小水库是不是 还把它做得更高 所以有一个头像水库 水库的水盆盛起来 你把它流下来我们这里才会抽 你如果白白留掉就留掉了 1978年投射雪库兴建之后 投射成为渔池箱重要的米仓 贯穿盆地的投射大牌 扮演饮水灌溉的重要角色 投射大牌的提案 其实它是很悠久的历史 就是在投射盆地这么会崩塌的地方 这一个在日据时代挖的提案 它竟然保存得很好 还有水门 水门跟提案都耐过了无数次的淹水 还有921大地震 它的生态工法是跟着这个土地的脉动 大牌两岸是清新的田园风光 投射村长希望借由大牌来活络观光 推这个划船的工作 其实已经推超过十年以上了 那我们长期在推动这个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活化我们投射盆地 活化这个大牌 把它向河南的杨角村做一些生态 生态的结合 近几年在大牌划船渐渐热门起来 即使下雨也交不习游客的热情 感觉很辛苦 第一次吗 我不要 我不要 第一次啊 而且很容易上手的 大人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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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那种比较小的小朋友 大牌水位高涨 水门成为游客通过的障碍 快一点 那边边右边那个 在大牌划船游客感到心情有趣 农民却是满怀忧愁 他们担心这样的油气行为 会扰动流水 抵泥于两岸 乡下的排水溝 像生态保育的所在 一国的生态都没了 因为这大牌 它的水深 平常的水位都维持在十公分左右 不会超过二十公分 所以有很多的河磅 田螺 那还有它跟它共生的那个高体旁皮 那但是近几年因为大牌的污染跟扰动 高体旁皮跟河磅已经越来越少了 以这些鱼跟水深动物为食物的翠鸟 但是因为蹄岸的破坏 翠鸟也几乎不见 2017年6月 有数十年历史的水门 左侧的石桥与桥墩突然被拆除 造成地方哗然 这次已经开启了 勒开 还有保护的这个环已经都卡住了 甚至它们都放在水底 帝师说它的水尺度都没了 都没了 这般若没水尺 不要追问就这样 它就倒了 倒就打开它的目的 听到过去 那经过今年五月份 经过各公部门 大家一起来汇款以后 决定这个地方 因为是一岩水区 会很容易会影响到水流 所以说同意来拆除 那个钢筋漏路坏掉的那一部分 村长强调 拆除水门敦座是共同决议 部分农民是看到破坏才知道 年长的农民对这座水门有深厚的感情 以前都是自己的钢用硬钢 你看那些钢子都一刷一刷一刷钢 暗毛头垂在里面 里面听到说都是粗糙 钉在里面 所以这般的既身 老人的辛苦 他没看 只要它卡得更近 你看他那些钢子都没辅助 有的都是会拉起 拉起就起了 这几十年了 我所知道这钢子这钢子要50年有了 那不是啦 不啦 我小时候10月后就有了 超过60年了 钢子在里面 那些没作用起来 红柄在水底里有 那钢子在里面 牌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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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被牌掉了 那些要拿起来又不简单 你如果要拿 那要扒你再扒你 重机牌也不能挖 所以这个水门沉下去 不只是整个水门不见了 而是旁边的土地 它都会跟着塌陷下去 因为它水泥的那个 水闸门的主体很重 所以它会一直往下拉 那投射盆地底下的泥碳图 又有六七十米深 所以它会把两旁的体验 跟两旁的农天整个拉下去 就会裂开来这样 当地人忧心忡忡 公务处则认为 这座水门已经没有功能 那现在功能性 应该是比较小 应该是没什么功能 因为灌溉的水门 它们水域会有另外做新能 返乡青年农民王顺宇 在水门遭受破坏之后 紧急提出文资审议的申请 将水门 珍贵老树水色柳 与特殊的福田文化 联合提报文资审查 三个来线刊的一致认为 这个具有历史性 稀有性跟文化 农耕文化的代表性 更它在于技术跟生态工法里面 它具有很重要的 珍贵文化资产价值 诉说投射盆地水门历史的 水门与大牌 文资审查 因为水门所有权 尚待厘清而停摆 这么大的一个水门在这边 竟然县政府说不是他们的 水域会也说不是他们的 那就用这样子消极的方法 阻挡村民 希望把这个很珍贵的水门 跟提案跟大牌 把它化为文化资产的保护 我们本来以为 那个是我们一般的公务的 后来在勘察之后 它比较属于是灌溉用的设施 所以应该是可能比较属于 农田水利会的灌溉设施的闸门 南投农田水利会也表示 年代久远尚在清查 水门能否得到文资保护是问号 划船该不该持续则是另一个问号 划毒木舟相关的行为的话会影响 它排水的功能跟安全 那当然就依法是禁止该项的行为 我们是还没有查到确实的证据是说 哪什么人或什么单位去经营 那个划毒木舟的行为这样子 因为这个区域排水相关的管理办法 目前我所看到的 没有规定说排水沟 能不能划船 适不适合划船 目前没有看到有这些相关的规定 那如果说划船可以带动农村的发展希望 可以带动农村的经济 可以发展水雨率 可以保存保育这个河川 那我也觉得这个是持续要去坚持的 举报了之后因为它是违法经营 那县政府也说一看到就要取缔 然后要立牌禁止划船 那结果它还是一样继续在划 水门写着鲜明顺应地质的施工智慧 是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大牌输送的水源滋润盆地的活力 是必须被尊重的设施 流水缓缓划过投射 这个有着百年拓肯历史的农村 自面临发展的挑战 旱季时缺水 雨季时阴水 在投射物能比起其他农地还要难 这鹅是赢的 出水口是像土屋公廟的 这口水是一次用堵的 你把它烧就烧不出力了 一口锅里面它起一格 只要那里头而已 再看看那个锅而已 做一次都出来是整片都出来了 集中在一起的 下的好雨 头刀好雨 你就享受也要两天 整个都锅起来 特殊的地质条件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 生产稻米不敷成本 渐渐地改种丝瓜等蔬菜或水果 从我没做到开始蒸菜 到后才改变说 你蒸什么 像这个蒸 蒸不下就是有我们的菜柜 菜柜说那菜柜有适合 但是怕浸水 今年75岁的黄伯伯种了丝瓜 高丽菜与红辛巴勒 他正打算清断一部分巴勒 改种别的 黄伯伯的老朋友也在尝试新作物 冬地要改善 以上一次来那个红楼果 红楼果现在开始毁掉了 昨天开始就要把它毁掉了 那现在改种什么 不晓得它现在在 因为它不适合这个会长水 这样水起来 头筋会滑起来 这种鑽池 你看 含水就含到这都保育了 你要怎么说老 这种头 这种头 这种就没法做好勉強 那含水就没法了 那种就沾了 那种就沾了 沾了 沾了 沾了土地的沾了 沾了 沾了 这种很减水 沾了 如果沾了两个晚上 那种就完蛋了 我想说大家都在 改种火龙果 没有 我现在改种黄金果 我现在就要改种黄金果 我现在就要改种黄金果 不需要 吃辣 不需要去跟人家大 人家也没钱 老农还在奋斗 投射的农地 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休耕状态 特殊的地址左右了农业形态 如今农业形态转变 也影响着火盆地 我们这里就是 这个产地就是草荣库 对 泥炭土 算外地的 如果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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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这样的雨它的花瓣并没有打坏掉 就表示它的花瓣它可以耐受这样的雨林 表示它的花瓣会比较强韧 那很多的其他地方的金针花 它只要一下雨它花瓣就会软掉 然后糊掉 那这个看起来你看 金针是耐旱性极强的作物 经过几年的尝试 王萱鱼培育出不怕水的金针花 有三公顷的面积通过 有机认证 除了生产农产品也带动盆地观光 例如我们金针花推广的 走进去都是雨林的 我们从来没有用豪华的木栈道 或是凉亭来改变地形地貌 很重要的投射泥碳土的湿地 它土质是很容易流失的 所以金针花它是很好的水土保持作物 我们看到这很密密麻麻的金针花 它底下的根把这个上面二三十公分的表土紧紧地互助 所以这里已经种了将近十年的金针花 我们看到它的土地是完全没有流失掉的 完全是保护起来的 美丽的花海活化着盆地 田地周围的绿色隧道 是王逊宇努力抢救的水色柳 水色柳是濒临灭绝的台湾特有种植物 最早的模式标本是日记学者在日月潭采集的 因而取名为水色柳 冬季时开着金黄色的花朵 将近十年的富裕 终于找回记忆中的璀璨与生机 金针田周围的水色柳 来自盆地中央的十棵水色柳老树 当年这些老树因为位在大牌拓宽的范围内 面临被砍除的危机 它贷款将土地买下来保护水色柳 如今水色柳保护着它的土地 只是因为我们有机验证需要隔离带 然后我们就推广用台湾特有种的水色柳 来当成隔离带 那又兼顾保护提案的功能 所以它整个起来检测就非常的美 它已经这么一来 有观光还有一个 想着这些厚经的油跟白家来做 这是他客观的看法 他想着要用这些工人 你这些厚经的地方本来都没有 做它解救海口也不然老花也没做到做 游客来到投射盆地 它不是为了要像日月潭的商业观光 而是要来这边体验这样子的农田的村庄 那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把投射定义为它的管辖范围 里面唯一的传统农村 那像这么珍贵的资产 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下来这样 休闲农业是翻转农村的机会 油气规划除了让人感到欢乐 更重要的是带领游客理解土地的特质 投射的福田需要不怕水 不伤环境的产业经济